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杂多给它纳入到或者归舍到一个普遍的规律或原则当中 就先有这个规律原则范畴将来去整合它 那就形成了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原理原则 比如说万事万物都有原因 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它是实际上它的代价是扼杀多样性的 扼杀多样性 它为了得出一个规律 它会把那些它认为是多样化的东西 认为是偏差的 偶然的 扭欺的 而这个反思性的判断力它有点不一样 它是什么呢 由含有无限多样性的规律 在知觉当中构成了一个关联的经验 这实际上就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这样的一种统一 而且呢既看到了多样性 也看到了统一性 它没有扼杀多样性 所以而且它是一个先天需求 我们一说反思判断你康德说 它是一个什么 比如说在小的经验之上有更大的经验 更大经验之上还有更高级的经验 但都是一个经验体系 那这些经验体系 比如说像门刚莫科鼠种 比如说像这个动物学的分类 那它或者就植物学的分类 它会说这些植物动物 尽管这些植物动物其实是各同其类的 各有各的 但是它会说所有这些植物动物 它们会自然生态 各成一个统一体 但这个统一体本身 其实也是经验界的东西 但是呢 让这个多样性和统一性 相统一的这么一个原则本身 就判断你原则 它是先天的 这个先天体现在哪里 它是来自我们知觉的需要 我们知觉有一种 知信有一种先天的需求 我们希望它是能够统一的 希望自然有目的的 是吧 它是这么一种需要 而且我上次其实也强调 它为什么是必须强调多样性 它可以不大深入 比如说当我们 它上次我们讲到 它说的比如自然的节约率 自然的联系率 还有自然的统一率 是吧 这些都是可以推动我们 不断地去深化某种特殊性 就不断地去突破 现有的这样的一种规律 和这样的一个整体 康德要说的这一点 是吧 那么知性虽然先天具有 你看这跟知性不一样 普遍的自然规律是不一样的 没有这些规律 自然根本不可能是经验的对象 就我们刚才说 有范畴 这些自然规律 普遍自然规律 是由范畴带来的 那么这个是没问题的 是吧 范畴带来的这些规律呢 它是经验成为知识 是吧 但是呢 还需要在自然的 特殊规则当中的自然秩序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 一个是自然规律 一个是自然秩序 自然有没有秩序 其实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呢 自然有规律 这是必须的 这是肯定的 是吧 但是这些规律 能不能更生秩序 这是一个主观的需求 我们希望自然是有秩序的 这没问题吧 是吧 所以说这些规则 它只能经验性地获取 而且是偶然的 所以说这种特殊性之间 能不能碰到统一性 像我们上次说 苹果掉到刘顿的头上 刘顿就发现 万有引力了 他就觉得是统一的 万事万物都是有 有这个力学作用的 那它实际上是一种偶然的 所以它会感到惊喜 是吧 所以没有这些规则 就不会有 从一般可能经验的 普遍类比 向特殊类比的进展 看见没有 就刚才说的 为什么是多样性 统一性的这么一种 坚固 是吧 就是为什么叫 普遍类比 向特殊类比进展 就是只有这样的一种进展 才能使得 知性的普遍规律 越来越细致 凭借这个类比 日益深入到经验当中 我记得 我一直在强调一点 我觉得我们的理性 是跟人的这种经验 激情和感受性 其实是不矛盾的 我甚至以前也提过一个观点 就是理性越深厚的人 可能他对生活的感受越丰富 这可以这样说 很多人以前不认为 理性跟感性之间是排斥的 好像这个人理性越多了 好像他就越缺乏这种感受的能力 缺乏这种体验的能力 但从我个人来说 我的一个想法是什么 我的一个经验 也不叫经验 我这么多 我的一个 包括研究学术 这样的一个心得 觉得理性其实是 让你更有激情 理性会让你带来 更大的丰富性 比如说我们有了 这样的一些 理性的一种训练 去读一些文学文本 你就不会光是 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了 你就会看故事背后的 逻辑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同样我们有了理性的塑造 我们去看历史 我们就不会把历史 看成也是一个 简单的一些 表面的故事 这些故事呢 你要不是觉得 太阳底下没形式 要么觉得 没有什么好说的 要么就想预测一下 什么 那都是错的 那么其实你就会看到 这些历史的 骗难的故事背后 它其实是有 是有一些普遍的东西的 黑格尔说 它是普遍的精神 普遍的意志 你要看到这些东西 但实际上 你带着这种历史目的论 我们上次讲过 历史目的论 可能历史本身没有目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 人是需要 历史有目的的 但是人带着这种 历史目的的人的眼光 其实对历史 就看得更清楚了 那你就知道 历史背后 它不仅仅是现象 这是我说的 就是 那它怎么能够达到 理性能够激发 你的感性的丰富性 其实 康德就是要靠 我觉得要靠 这样的反思性判断力 只有反思性判断力 能够让你凭借理性 的这种内地 深入到特殊经验当中 你怎么深入到经验当中去 对吧 你不能说是 发现万事万分都有因果 那你这个解释就已经 这就有可能会扼杀丰富性 但你觉得 我有一个反思性判断力 这不一样 对吧 我是看到现象之间 它是有关联的 这种关联让这些现象 就看上去很美 这种关联让科学 看上去也很美 科学不仅是科学 科学有科学之美的 这个是必要的 是吧 这个它说的 怎么能够从普遍类比 像这个特殊类比 是吧 所以说否则 它们就不会构成自然秩序了 虽然知性没有认识到 它们的必然性 或者任何时候 都看不出这个必然性 所以自然有没有秩序 这个玩意儿 其实是人主观设想的 自然真的有秩序吗 宇宙你看到好像 每天都是一样的 星星啊 一样的 宇宙真有秩序吗 这个是我们主观性赋予它 对吧 它没有必然性 所以尽管知性在这种 必然性方面 客体方面 不能先天规定任何东西 因为它不是客观必然的 它是主观必须的 它是主观必须的 它不能规定任何东西 它不是规定判断力 它不能直接地构造知识 它能够什么 引导知识 是吧 它能够引导探索 所以它说 它必须为了探索 这些经验性的规律 而把先天的原则 按照这些规律的一个 可认识的自然秩序 是可能的 就是说这种自然秩序 是可能的 作为关于自然的 反思的基础 你看 有了这种可能性 有了这种秩序 我们才好反思自然 就像历史 我复以了它一种目的 我才好反思历史 我在反思历史当中 我才能够看到更多的历史 对不对 这是它要说的 反思 所以说这就是 以下这些命题 它建议重复到前面的 自然中有跟内核重复关系 按照原则相互接近 构度成为可能 最后 集合在少数原则之下 最前面我们说过的 等等 叫做什么 什么就是简约性的原则 就是统一性的原则 过渡性 就是连续性的原则 它又重复了一遍 这就不说了 所以自然与我们的 认识能力的这种协调意志 是判断力为了自己 根据自然经验规定 来反思自然 先天意识的 还是强调先天性 就我们先天的想象 我们的这种自然 跟我们的认识能力 是协调意志 我们后面马上要讲 反思性判断力 是想象力跟知性的结合 或者说就是 想象力跟知性结合 达到了协调意志 就达到了美的和谐 自由的和谐 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想象力其实就是多样性 知性就是统一性 想象力跟知性 为什么判断你叫想象力 跟知性的结合 其实就是多样性 和统一性的结合 想象力当然是多样的 但这个多样 你不能随便想象 如果随便想象 没办法建议统一了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大蒜好吃 你觉得烧烤好吃 他觉得另外一个东西好吃 这是口味 口味的东西 没办法统一 你要形成一个 共通的审美判断 你要靠知性 知性是提供一种知识的 规律和普遍性的 普遍属性 所以想象力跟知性 所以他为什么判断你 更接近认识论的原则 判断你是想象力 跟知性的结合 所以他跟认识论更接近 它具有一个多样性 看到这种多样性 是可以普遍有效的 它是多样性跟普遍性的同 所以它是富于自然的 反思自然 富于自然 就是我们就 所谓的反思 我们能够看到更多了 在严有的这种科学的 这种认识之上 我们看到更多 这是反思的主观效 所以只有判断你 才把它作为鲜艳的 和目的性 富于自然 我们没有这个预设 就不会有按照 任何经验性规律的 自然秩序 记住 自然秩序的前提是什么 经验性规律 我们前面说过 经验性规律 跟经验规律 不是一回事 是不是不是一回事 经验规律 就是一个普遍的知识 比如说理论认识的 都是经验 经验规律 比如说一切事物 都有那个原因 这是经验规律 而经验性规律 就是一个特殊性的东西 所以说经验性规律 之间就形成自然秩序 不同的经验性规律之间 我们能不能看到 一个自然秩序 这就是 所以说他的规定 就是和反思 我们再同一遍 规定性的判断力 和反思性判断力 规定性判断力 是从主观去规定对象 反思性判断力 是从对象反思到主观 一个是我先已经有 主观的统绝了 先验统统绝了 先验统统绝就包括了 十二个范车 就是带来的十二个范车 和时空秩序 先有这个主观的这些东西 我在一起规整自然 而反思是我没有 一些没有普遍的东西 我就看这些具体的 特殊的自然性规律 但我认为这些规律之间 应该有统一 我从当中看出了美 别人可能没有看出来 但我就看出来 这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看出美以后 你当然就能够 给它赋予更多东西 我上节课几个例子 比如一个小小的植物植空间 它有猫 它有植物 它有书本 它有椅子 它有人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各自 实际上没有关系的 但是当我们看出 它是统一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空间 更多的内容 对吧 我们就会赋予它 更多的文化意义 明白吗 这个是这个意思 因此完全可以设想 不管自然物 按照普遍规律 是多么的依律 没有这种依律 经验知识的一般形式 不可能出现 对吧 那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知识 就是寻求这种依律 但是自然的经验性规律 连同其作用的特别差异性 是如此巨大的 所以说对我们的知性来说 你不可能在自然中揭示 某种可理解的秩序 就你靠认识论 是没办法完成 这样的一种秩序的建构的 秩序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是我们知性的一个需要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只能是 通过这样的一种判断力 划分类别 从一个东西去 把握另外一个东西 从一种解释 把握另外一种解释 在一种如此混乱的材料中 产生一个关联的经验出来 就是产生经验知识的系统 这是判断力的作用 就让这些知识更有系统 是吧 这些混乱的东西 其实它也不混乱 它只不过是我们以前 没有注意到的 我们因为太科学化了 我们就没有注意到现象的丰富 今天看到丰富了 但这些丰富又不是 它是无限多样的 又不适合我们知性的把握能力 我们就只能靠判断力 所以判断力 它说对于自然的可能性来说 是一个先天原则 但这种先天原则 是在自己主观考虑当中 是一个主观的 而且判断力介质 这是最关键的话 不是给自然颁布定律规律 而是为了反思自然 而给它自己颁布规律 判断力当然不是给自然颁布规律 因为它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东西 它不是立法 我们前面说过 审美判断力 它不为自然立法 它没有什么法可立 所以说这个括号里面 一个叫自立 一个叫再自立 这个要解释一下 它是为了反思自然 而给自己颁布的规律 我们之前说过 在纯粹理性批判那里 叫做他略 就人为自然立法 这叫他略 人为自己的立法 叫自立 在道德里面 道德里面是自立的 人为自己的立法 所以说康德以前认为 只有自由意志的自立 自立是理性给自由颁布的东西 就我自己给自己颁布 所以理性是判断力的自立 这是自立 但是他今天说判断力是自立之上的自立 是再自立 这什么意思 疑似似乎意味着审美判断力 比道德的判断力可能还要更自由 或者说艺术比道德更自由 道德比真理更自由 可能真理因为针对自然界 道德是针对自我 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主体 这个艺术 完了 是使人真正成为自由人 就是为 更高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自己能够协调活动 自己追求自己的和谐 这种 就像习勒所说的 只有自由游戏的人 才是真正的人 才是自由的人 艺术审美 这种领域 他不会收到太多的这种 纯粹是 纯粹给自己颁布规律 不像外在这一些东西的 所以这种规律 他说 这是一种 在自然规律 经验方面的 自然的特异化的规律 他不是判断力在自然身上先天认识到的 而是判断力为了我们的知性可以认识的自然知性 在从普遍自然规律的划分当中 要使这些特殊规律的多样性 从属于普遍规律之下所采纳的 就是要使多样性 服从于这种统一性 而采纳下来的 所以说 自然按照对我们认识能力的 和目睛性原则 也就是为了适应人类知性的必要工作 在知觉 向人类知性呈现出的特殊东西上 发现普遍的东西 在有差异的东西上 发现原则的统一性的连接 而把自己的普遍规律 特异化 什么叫普遍规律特异化 普遍规律 比如说因果律师规律吧 这是普遍规律 这是这种普遍规律 到干巴巴的一个规律 它不丰富 普遍规律特异化 就是你的普遍规律 只是普遍规律的基础 但它会呈现出特殊的形式 同样的因果关系 可能在不同的领域 它有不同的这种呈现 而这些不同的呈现之间 它们又能够成为统一的 记住 它又能够成为统一 但这种统一并不是 我给它颁布到一条规律 我用一条规律 命令你们必须统一 没有这回事 而是说我需要它统一 我看到它有秩序 所以它说 这一次我们既没有给自然界 颁布一条规律 也没有通过观察 从那里学习到一条规律 如果是看到规律 学习规律 这叫规定性的判断力 而我们正面讲的是 反思性的判断力 所以说反思性的判断力 是什么 通过这样的一种先天的原则 去追踪自然的经验性的规律 追踪自然界规律 为什么要去追踪规律 让我们真正地摆脱自然的耶稣 我们从自然里面看到更多 我要从自然里面看到更多的前提是 我比自然更自由 我比自然更超越 所以说人在自然当中 人在社会当中 是处处感觉到自己是不自由的 人在自然中不自由 人在社会当中 就像我们说第二十件批判 就是处理人在社会中的关系的 也感觉不自由 但是按照康德所印含的意思 唯有在审美当中 我们觉得自己最自由 所以我就觉得康德的三大批判 其实我们读到那么久 三大批判其实就是讲一个问题 自然跟自由的关系 三大批判核心就是讲自然跟自由 那这两个东西又分的又统一 比如他说自然在英文里面就是nature 但nature体现在不同的层面 它可以体现在人的认知层面 体现在人的道德层面 体现在人的这种审美层面 体现在认知层面当然就是自然 nature 我要认识自然给自然 体现在欲望意志的层面 就是人的这种人性 人的nature是什么 人的人性是什么 然后它还体现在这种审美层面 那审美层面又是另外一种自然 你可以说是自然之上的自然 因为它叫在自律 给自己颁布规律 所以从自然当中去发现和谐 发现统一 发现自由 真正的是一种舞蹈 就是超越自然的舞蹈 但是它是针对自然的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上节最难的一节 就是为什么这个反思性判断率的原则是一个鲜艳原则 它为什么强调鲜艳 有两个意思 一个反思性判断率仍然是针对自然的 我的判断率是针对自然的 其次 这种判断率它是普遍的 它是主观的又是普遍的 这是我们上节课讲过的 OK 它是跟愉快的情感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刚后面要讲 反思性判断率分为两种 一种是审美判断 一种是目的论的判断 而审美判断率就是跟愉快的情感 是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节要讲什么是愉快情感 好我们再来看 它说自然在特殊规律的多样性中 对我们要为之找出的原则的普遍性 这种需要的上述协和意志性 按照我们的一切洞见来看 都必须被评判为偶然的 但对知性的需要来说 是评判为不可或缺的 因此是评判为自然介义 与我们的只不过是针对知识的意图的 协和意志的目的性 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就是自然它有个特殊的多样性 这个特殊性多样性 我们需要找到某种原则的普遍性 让这种特殊性跟普遍性达到什么 统一达到和谐 而这种统一跟和谐是什么 知性需要是不可或缺的 是我们知性的需要 我们需要它统一和谐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什么呢 和目的性 为什么叫做针对知识的意图的 协和意志的和目的性呢 这是我们会把它看作 跟我们的知识的意图相吻合 相适合的和目的性 就你这种协调意志 你要靠什么才能实现协调意志 当然要靠你的知识 你们又知识多样性怎么协和意志 就说还是要靠你的认识能力 还是要靠你的认识能力 才能达到一种和目的性 好 因此知性的普遍规律 同时又是自然的规律 它们对于自然来说 和物质的运动规律 是同样必要的 这没问题 前面这一点讲是自然规律 就普遍规律 就讲纯粹理论性批判 是吧 而它们的产生 也不以借助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 任何意图为前提 什么意思 就是虽然 我们讲纯粹理性批判 讲过 知识是谁建构起来的 知识是主体建构起来的 康德的这个叫先验观念的嘛 知识主要是靠逻辑上 一定是主体建构了客观的世界 是主体建构起来的 但是呢 这个客观世界一旦建立起来 就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 比如说我们的因果律 这是主观的东西 但因果律所建立起来的客观世界 那是普遍的 那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所有地方都适合的 这叫普遍规律 就我们主观建构到知识 但是主观而不任意 康德讲的就是主观 但是不任意 知识一定是来源于主观 否则的话 那动物为啥没有知识 你说自然就是动物就没有知识 毛的世界跟人的世界就不一样 人的世界就可以知识的世界 你可以说毛有毛的知识 但这个知识在我们人的定义里面来看 可能不是知识 是吧 所以说通过我们的世界跟毛的世界不一样 我们就证明了 其实所有知识都是人 理性主体 理性主体借助理性建构起来的 但既然是借助理性建构起来的 它就一定是普遍的 所以说它是什么 它是普遍的 是出于自发性的 是吧 但是呢 它就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因为我们只有通过它们 才能首先从那 可能成为物的自然知识的东西 获得一个概念 而这些规律是必然归因归于 我们作为认识的 一般客体借的自然的 是吧 因为我们就通过它们 就通过这些知性知识 是吧 才能够获得一些概念 换言这就是知性是自然材料 获得到对象概念 就自然为什么会有一个概念呢 比如说实体性 我说人是实体 我们的知性知识赋予它的 否则的话人是什么 人和 我们经常会说 人跟动物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很多人说人就是动物而已 那人真的就是 说这种人 说人是动物的人 其实他也不甘心人经纪是动物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虚伪和矫情 这种向下的矫情 很多人说 哎呀我就是很俗气 我就是很世俗 高贵上个屁 是吧 那其实说这话是特别的矫情的一种话 因为你做不到 真的是孰不可来 你也做不到 真的你像动物一样 你真的像动物一样 那行啊 那日比你强大 我就今天就两千都给你砸翻了 你活该 因为人是动物 动物就从你法之本 对不对 你也就不要心道了 是吧 我们地铁上发生什么不公正的事情 大家都不用了 因为这是动物庄园嘛 动物庄园 动物有什么好闹的 是不是 那我相信说这话的人 他也不会甘心这话 这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一个判断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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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需要 我们有这种概念化的能力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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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别的动物不一样 我们的知识 跟动物的知识是必要的 是吧 然而自然按照其特殊规律 而来的那个秩序 你看 秩序就不是来自普遍规律 秩序是特殊规律之间的一种关联 那么这种这种秩序 他不论 至少有可能超过我们 把握能力之上 多样性和不同性如何 是吧 确实是超过我们的知识把握能力 知性把握能力 太多样了 太无限丰富了 但他毕竟还是现实的 与这个把握能力适应的 他如果不适应 那我们也看不出他有秩序 其实这有点类似于海德格尔的说法 就 康德说的是 我不能认识 但我可以可思议 但我觉得 海德格尔在这方面 其实比康德要更进一步 因为海德格尔那时候 他已经发展出一套解释学 我不能够认识 但我可以去理解 这个意思 比如说这个把握 多样性太丰富了 它是超过我们的把握能力 就是超过我们的知识能力的 但是又以我们的把握能力 就是相适应 其实就是我们是可以理解它的 我们是可以通过人的一种理解解释 看出它的一种秩序 看出它的统一 这就是说 这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动念 它是偶然 但是你看出这个秩序 就像你海德格尔说 你要死在去理解存在 那死在跟存在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关系 是理解的关系 是一种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关系 它并不是认识论的关系 所以海德格尔 我们今天独样看到 你再次回到凯德格尔 又有更多的理解 海德格尔确实在这个语义上 就是比康德格尔要更进一步的 是吧 他用现象学解释学去理解 人跟存在的关系 实际上是理解人生意义的问题 就是人生意义这个问题 不是个认识的问题 你说一群年轻人 在这里听了一场讲座 然后讨论什么是人生的意义 讲座再多 你还是不明白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 因为知识是别人的 是吧 只有理解 经过理解的东西 才能讲话为你自己 这个是 但这个把握能确实很有然 是吧 就自然的核目的性 对于我们看到的东西来说 是偶然的 自然核目的性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偶然的 因为自然本身 完全可能没有目的 我们到今天 我们并没有用 我们没办法用科学的东西 用实验式的方式 证明自然有目的 我们用实验观察 我们可以发现因果性 实验你可以反复地 重复性地检验 你就发现 确实有因果观念 但是你实验做亿万次 你也不能发现 它有目的 所以这就叫做偶然 寻找这个自信 是知性的一个工作 据说知性 至少有两个工作 一个就是认识的工作 一个就是什么 判断的工作 就是理解的工作 它被有意 引向知性的 一个必然的目的 也就是把原则的统一性 代表进来 所以它这里面要适合的 就是知性 它引向的一个目的论 就是带来统一性 给自然带来统一 就像我们今天 上街后也收稿 很多人形容刘敦的伟大 刘敦一出现 黑暗就变成了光明 把这个光明带住到自然 就统一性就照亮了 整个黑暗 于是判断就必须 把这个目的赋予自然 因为知性观念这方面 并不能给自然 颁布任何规律 这个目的是来的 是赋予它的 而不是颁布给自然的规律 目的 自然有目的 自然有统一性 这个东西并不是自然的规律 所以每个意图的实现 都和愉快的情感结合 现在来了 我们赋予它目的 赋予它目的 将来实现了我们的目的 实现了我们的需要 我们当然会感到什么 愉快 目的的实现 就是意图的实现 我们就是愉快 现在又跟前面的认识论 是不一样的 认识论 其实本身不能带来愉快 因为它是一个 必然性的因果规律 而如果这个意图的实现条件 是一个先天的表现 比如在这里就是 反思判断力的原则 那么愉快的情感 也是通过先天的根据 被规定的 并且被规定为 对每个人有效的 好 这就是康德要解决一个问题 我们大家还记得吧 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里面 曾经 在一个注释里面就说过 对于感性这个东西 对于审美这个东西 是没办法建立一个 普遍的先天的原则的 因为感性跟先天就是矛盾的 感性是后天的 然后你的先天的是一个 普遍的东西 而后天的感性就是具体的东西 但到第三批判 康德在这里居然会说 这个愉快的这种情感 是先天根据建议下的 就是说我们以前所理解的 愉快心感是什么 每个人个体的东西 我很愉快 你很愉快 对吧 我今天跟谁在一起很愉快 你跟他们在一起又很愉快 这是你们个体的愉快 跟别人没有关系 是不是没有关系 对吧 所以说愉快是个私立的东西 很个体化的东西 它标准是不需要去统一的东西 它是完全是感性的 但是没想到这种愉快的心感 也可以通过反思判断理言则 进行先天的规定 就是愉快的心感 一旦被先天规定 就意味着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 这就有点不一样 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 是吧 就是说反思判断力的原则 是个先天的原则 通过反思判断力 具有的获得到愉快 就具有一种普遍性 以前的愉快是个体化的 现在经过反思判断力 这个的原则 所带来的这种愉快 它就是普遍的愉快 这就是说 仅仅通过个体与认识能力的关系 而和目的性的概念 在这里 没有顾及欲求能力 因而就与自然的任何实践和目的性 区别看来 好 这再次重复 康德 我们讲他的反思判断理 跟认识能力更接近 跟实践能力 跟欲求能力 其实更远 但是康德这边说有两种和目的性 有一种审美的和目的性 自然和目的性 还有实践的和目的性 实践和目的性 其实就是在工具理性层面 在实践理性层面 实践理性层面 当然要讲和目的性 比如说我今天 是吧 我要跟你交往 我要给你付出什么 人人之间成本计算 工具理性 我要获得某种目的 我要付出什么手段 康德说的叫做一般理性 对吧 然后最高的理性 就纯粹理性 纯粹理性是真正的实践和目的性 我不以欲望别的东西为目的 我就以这个理性本身为目的 但是这都是实践和目的性 但是它这种和目的性 跟康德这里面讲的审美 或者自然和目的性不一样 因为在这里就没有考虑 我的主观愿望 直接和目的性 是要考虑主观愿望的 是要考虑你的实用需要的 你要实现什么 你要欲求什么 我为了欲求什么 我就应该做什么 对不对 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实践和目的性 它是与欲望有关的 与主观愿望有关的 但是审美的这种愉快情感 和目的性 恰而是没有目的的目的性 它的普遍性就是 你的愉快是普遍的 不仅是你个体的东西 所以实际上 既然在我们自己心中找不到 也不可能找到 从知觉和按照普遍的 自然概念的规律之间的吻合 而对愉快情感的丝毫影响 因为知性在这时候 是无意中按照其本性必然行事的 而在这一旦 它要把自然和目的性 与科学知识的规律要匹别开来 科学知识的规律 就是指知觉按照普遍的范畴 规律之间的一种吻合 那这样的一种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因果律 我认识一个实体性 那么对愉快的情感 是没有丝毫影响的 科学研究 很多我们说 科学研究叫什么 理性客观中立 科学研究就不能 我们叫不能带来自己的情感 马克思韦伯在以他的学术为业当中 马克思韦伯也是扛得很大影响 他在以学术为业当中 他提出了一个学术的一个准则 基本原则叫做价值中立 他说在教室在课堂上 是绝对不能传达你的价值 你的偏好 其实就是这 他就传达我们的科学研究 就是要超越你的价值 超越你的这种情感 是吧 这个是自然的科学的规律 但是那自然的合目定性不一样 自然的合目定性是什么 我们要发现两个或者多个的意志 经验自然规律 在一个将两者都包括起来的 原则之下的一致性 就是自然规律是什么 它会大大一点都愉快 科学规律没有愉快 自然规律是什么 当我把不同的经验性的规律 我发现 他们之间既然是统一的 他们之间既然是有秩序的 当我一旦发现这种秩序 我那一刻当中感觉是非常的愉快的 是不是很愉快 对吧 那么常常甚至是一种惊奇的根据 这种惊奇 乃至当我们对它的对象已经充分熟悉的时候 也不会停止 其实就是科学始于惊奇 惊奇就是在规律之上的东西 我不满足于仅仅有这个规律 我还看到这个规律之间是有关联的 对吧 我们为宇宙感到惊奇的时候 我们看到宇宙这个东西太和谐有戏了 这样的一种秩序感 结果让你没办法不 是吧 不设服于其中 这就是一种惊奇 包括亚里士多德也说 哲学始于惊奇 是吧 它是一种秩序 而且秩序 这种惊奇感 这种美感 哪怕你熟悉了 你仍然不会消失 美的东西 我们比如几个科学史上的例子 就是那个 哥白尼为什么他最后用日星说推翻了这个地星说 或者说哥白尼为什么他更相信日星说 而不是地星说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理由 就是哥白尼认为日星说比地星说 它的模型更美 更漂亮 更和谐 更有心 是吧 你用地星说 好多人解释不了 就反映成图形 模型就是奇形怪状 你总得要扩大图形 只要修一个边 那修一个边 就随时后面就发现地星说 就越难越复杂 因为你总是有一些特异性的情况 你这个模型包括不进去 是吧 你就得不断地扩大模型 结果这模型越容易复杂 就美美了 而这个日星说 一个简念的秩序 就把所有的这些 亦族研理 全部包含在里 它更美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核目的性 虽然我们在自然的 可理解性 和那种种类划分的 自然统一性方面 不再感觉到 任何明显的愉快 但这种愉快 肯定在那个时候 曾经有过 而且是由于 最通常的经验 唯有它将是不可能的 它就逐渐与 单纯的知识混合起来 不再引起特殊注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自然统一性 它是一个破折号 它说由于这个统一性 我们介于根据自然特殊规定 认识自然的经验性概念 才有可能 经验性概念 还是靠这种统一性人质的 有人啊什么的 人是一个经验性概念 人的经验性概念 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建立在我们 比如我们现在在座有五个人 我们五个人 就是五个不同的人 具体的人 我们在扩尔管制 有白人 有黑人 有城市人 有农村 有各种各样的人 但是在各种人质上 为什么建立到一个人 是因为我们需要人是统一的 我们在人身上看到了统一性 所以这种统一性 才确立到经验性概念 人是经验性概念 它不是先天概念 先天概念是什么 因果啊实体这些东西 是吧 所以说经验性概念 是离不开这个统一性的建构的 好 我们刚才说的 康德说过了 这个合目的性的原则 会导致我们对自然感到惊奇 而且这种惊奇不能停止 但是为什么 他这一段话也是说 我们可能太熟悉 这些自然统一性的概念 我们已经没有明显的愉快了 尽管这个愉快曾经有过 这个愉快为什么消失 因为它与知识混合了 康德前面说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统一性是让我们惊奇的 我们看到自然的美的统一和谐 我们感到很惊奇 但他接着又说 这些概念 它逐渐与单纯的知识混合起来 为什么它会混合起来 我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三大 和目的论的原则 比如说就是什么 就是三大东西不飞跃 连续性 简约性和统一性 这三大东西本来是一个什么呢 并不是自然规律 但是我们今天听到太多 我们对这三大东西 我们就觉得没什么好愉快的 好像我们为什么觉得不愉快 我们认为它就是自然规律 所以我们今天很误解 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自然规律 很多人认为简约性连续 联系性连续也是自然规律 但其实不是自然规律 它是帮助我们认识自然规律 我假定这个自然是有规律的 那我肯定就会要赋予自然规律 我假定自然是简约联系的 我肯定会看到更多的规律 就像我们假定自然 是有上帝的秩序支撑的 我们对这个秩序有确信 才推动了近代科学的研究 你对这个东西没有这个确信的话 那你靠中国的这些医学经验 它怎么都发展不起来 现代的科学 这是第一层意思 就是这些本来是统一性的这些原则 与单纯的知识混合起来 所以说我们才不会认为它美 这是第一个要说 第二个我觉得更应该值得强调 我们要今天虽着科学主义 科学研究的盛行 我们对美的理解能力在下降 我们今天你看 随着科学主义的发展 其实我们对于美的欣赏 对于艺术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迟钝了 这个东西是要警惕的 就是因为我们跟它混合 我们觉得那些东西没啥吃惊 太阳底下没心事 一切东西我都可以用科学解释清楚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美 我们已经不感受到明显的愉快了 我们已经遗忘了曾经有过的愉快 那种美激发我们的那种业感 没有 所以董老师为什么没事 他要磕磕板坏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恢复美的一个行动 是吧 不要让自己太迟钝对美的这种理解 我觉得这一点康德说的很好 我们需要去警醒 是吧 所以这就需要某种在对自然的评判中 使人注意到自然对我们执行的 合目的性的东西 也就是什么 把不同性质的规律 尽可能都纳入到更高的 虽然仍然是经验性的规律之下进行研究 我刚才说了 比如说门刚木科属种 是吧 就一个比一个更高级 但是呢 你越到高级以后 这个到种的层面 它仍然是经验性的规律 它只会是把这些不同经验性规律 统合成一个体系 这个体系是人建构起来的 是吧 但是建构起来一个体系以后 就像我们今天搭建一个体系 是吧 很多人写文章 写哲学这种 首先去搭建框架 一下子 我的所有这些片蛋的东西 竟然成为一个知识的体系 我那种愉快感 很好的 我们写文章都是这样 所以我经常说 我们写文章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体系 包括你进行文学创作 今天我们很多人 搞文学创作 有时候就太散 好像就觉得我感觉主意 我感觉我把这个细节抓住了 我就能够写出好的东西 那你就错了 是吧 你那个写东西 可能写一两天可以写 多少应该就觉得单调乏味 没有太大的突破 所以说经常就是 你的这个 哪怕是文学性的东西 背后也让人看到 有一种统一性的 整体性的一种美的东西 或者一种一致性的关怀 就是说 你就没有灵魂 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就没有灵魂 这就是我们说的 所以它不仅是适用于这种 哲学研究 我认为它是适用于各种 各个领域的 对吧 就纳入了更高的经验性规律之下 以便在做到这点时 对我们 对自然与我们认识能力的这种 只被看作偶然的相依致 感动愉快 本来是偶然的一致的东西 但是我们在偶然之上 建立了我们的必然 这样就带入了我们对世界的一种理解 这个理解是非常的独特的 这种理解 当然它有 我们追求 我们希望我们的理解成为 大家都认同的理解 对象 我也希望我对美的这个理解 是别人认同的 就证明我这个美是普世的 美学上中国经常 我们经常在 经常说美到底是一个 审美到底是先天的 还是后天 审美到底是一个经验的 还是普遍的 是吧 在中国美学史上 经常在争论 是争论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种争论 好多时候都是比较浅的 是吧 他就没有看到 康德这边就讲了 美就是特殊的 又是普遍的 它是偶然当中 你发现了必然 你这种必然 就没有恶杀偶然 这种必然是建立在 对偶然 对多样性的一种 认同机制之上 你对多样性的统一 感到美 你如果没有这个多样性 你这个统一就不是美 是吧 那么你如果没有统一 你这个多样性 也不是美 是不是 那那个东西是混沌 它美不起了 所以它是一种偶然的相遗致 我感到愉快 所以以此相 相反 我们会讨厌 一个自然表象 或者就是讨论一个自然的论断 这个论断告诉我们 只要有丝毫的研究 超过了最经通常的经验 我们就会碰到自然规律的意志性 这种它将使自然的特殊规律 为我们的知性而结合在 普遍经验下规律 成为不可能 什么意思 它都叫反对那种科学主义 就认为 什么东西都是一种硬邦邦的 冷冰冰的 不能超过我们通常的 这种知识的一种框架 超过知识框架 就认为你就不正确 不管是政治不正确 还是这种科学意义上的不正确 认为你就是意志的 你就是意内 你就不科学 所以我们今天发现 科学有时候会扼杀我们的丰富性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在政治领域 政治正确 它就认为只有一种正确的标准 只有一种正义的标准 它不也在扼杀多样性吗 在科学主义也是一样的 反正只有符合这个逻辑的 理性的 科学实验的东西 它认为才是真正的 科学 但是就不知道 比如说有一些辩证的东西 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经常讲 我讲批判性时刻也讲 这种逻辑有很多种 当然也有中国逻辑了 是吧 还有一种逻辑 比如辩证逻辑 是吧 比如说我说的那种 叫做调诡性的逻辑 因为荒谬 所以我才相信 那这种话 那如果你按照科学主义的话 你是听不懂的 什么叫因为荒谬 你才相信啊 或者就因为不可信 你才相信 这不是很 这不是很胡说八道吗 是吧 我们肯定会这样 但是恰好 这是真理 这里面反映了一个辩证的真理 它给我们带来的丰富性 是超过了 所谓的那种 一根筋式的 就认为只有一种正确 一切都符合演绎法则 符合英国力 这不对的 是吧 那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说的 这些偶然的特殊规律之间 你怎么建立英国力 我和这根猫 最后躺在这里 我摸一下它 我感到很和谐 这种感觉很美 很享受 那我跟它之间有因果性吗 没有的 是吧 那如果你按照科学逻辑 它就是 纯粹意志的 它就不应该存在 所以说康乐最后一句话说 是吧 那这是以主观和目的性的 特异化原则 即我们以此为目的的 反思性判断相充足的 意志性和特异化原则是不一样 特异化原则 就是我们说的多样性的统一 这叫特异化原则 所以它是反思判断力 反思判断力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多样丰富的特异当中 看到美的令人惊诧的统一 这叫反思判断力 这是别的知性的 那种规定性判断力 看不到的东西 然而 判断力的这个前提 在自然对于我们的 认识能力的那种 理想的核目的性 应该扩展到多远 这一点上 仍然是这样的不确定 以至于 如果对我们来说 经由观察一个 更深入或者更广泛的 自然知识 必将最终碰到 诸规律的多样性 它是任何人类执行 都不能归结到 任何一个原则上来的 我们也会同意 虽然我们更愿意听到 如果另外的人希望说 等等 现在说 就是判断力的这个原则 到底该扩展到 我们认识这种目的性 应该扩展到多远 仍然是不确定性 它有无限的可能 对 反思判断力跟我们 带来的不是一个 确定性 不是一个边界 我们会注意到 他在 我们 康德你看他在 理论理性跟实践理性 他都在划定边界 他的边界感非常的强 你不能超越边界 你一超越边界 就是一个理性的这种幻象 就很危险 但是在 反思判断力 这一块 没有边界 是吧 理想扩展到多远 都是不确定 正是这种审美判断力 使我们的人 的生命 具有了无限的创造性 和可能性 因为它是随着 比如说 我秩序之上 还有秩序 是吧 刘顿在以前的秩序上 看到了更多的秩序 爱因斯坦 还想在刘顿的 这种统一性上 还要看到更多的统一 对不对 所以这个统一性 是随着人的这种经验 的这种扩散 随着人对这种 什么各种特样 特殊多样性的感受 越来越多 我们就还要建立 更大的一种统一性 是吧 所以它是这个 不确定的 不确定的 因此呢 康德说 如果有人 说他不确定 我们这个 乐于听到 这样的一种说法 但是如果另外有人 给我们希望说 我们对自然的内部知识 认识越深 或者越是能够把自然 与我们现在 尚不知道的外部实相 做比较 我们就会发现在 自然的原则上 将是越简单 在经验规律的意志性 也会一加一致 我们的经验 就会前进更远 尽管有无限可能性 但是我们还是最终 想发现一些 极简主义的原则 我们还是 就都想发现 能够用一个原则 一条地理 就能够解释 所有现象的东西 对吧 这个东西是 康德的一种棋盘 尽管他说 这个东西 可能是永远 不可能的 但他还是觉得 我们最好能够有 因为我们的判断 你的吩咐就在于 按照自然 对我们的认识能力 的适合性的原则 凡是认识能力 所达之处 都不去断定 它是否在某个地方 有自己边界 就我刚才说了 你看 在判断你这一块 我们不要画边界 因为我们不敢 去轻易地断定 它有边界 那就会扼杀 我们的想象力 因为我们虽然 就我们认识能力的 合理应用来说 是能够规定边界的 但在经验性领域当中 是不可能规定 任何边界的 在认识能力上 我们前面讲过的 我们是不能超过 现象界的 在认识能力上 不能超过现象界 认识只针对现象 但是在现象界 在现象中 在经验中 我们总是可以 再去尝试 把多样性 归结为单一性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理论 就是你的一种 创新能力嘛 这不就是理论创新嘛 是吧 你会发现那些 能够创新的人 它总是能够 在多样性之上 它还能够更整合出一些 一些新的一些原理 再把这个原理 再去解释这个现象 你会发现 哦 它对现象还能这么去解释 是吧 比如说我最 碰边界 碰边界 是吧 不是 它还有 其实也是概念能力 但是我为啥不用概念 因为康德在 判证批判 他反对这个概念化能力 比如说 最近我在讲教育心理学 它有一个发现可能性区域 唯果斯基的 发现可能性区域是什么 就是人 它可能 它又在既有的规范 和未来的规范之间 它有一个区域 它会打破它的一个舒适区 但是在这个舒适区 你也不能打破得太厉害 它如果对以前的东西 太熟悉了 它也对知识上是兴趣的 孩子成长 但是它如果你给它的 带来的这种新的东西 太陌生了 那么它也会 就知难而退 它也就不想再去住 所以说这个东西 叫中间一个平衡 叫做 那维果斯基的定义 叫发展可能性的区域 就是真正的 而是突破 我们要突破 但突破是在叫做 发展可能性的一个区间内 进行突破的 教育的平衡 你要找到这个可能性 你要给它带来一些问题 带来一些挑战 你这个挑战又不能太大 那我想取这个例子说 就是发展可能性区域 这个区域就是一种什么 你的概念化能力 其实就是 你能够把多样的 你很多教学经营当中 你可以发现 孩子碰见这个问题 它有难度 你启发一下 它也能进步 碰见那个问题也是这样 你把这些问题整合起来 你在这些多样性的问题之上 你觉得用什么样的一个 统一的原则 去表述这样的现象 那维果斯基为什么厉害 他就提出一个发展可能性 编辑 皮亚基为什么厉害 他提出一个图示说 他说在图示里面 我们要么又既有的图示 我们聘用一个新的事物 我们对图示就有 同化和顺应的过程 如果新的知识 能够纳入我的图示 就是要同化 我能够用 原有的这些框架去理解它 但是我如果 原有的框架理解不了 那我就要调整 改变我的框架和图示 我就慢慢建立新的图示 这样一步一步发展 那皮亚基的图示说 显然是受到康德的 很大的影响 康德也提出这个图示说 在那个 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 是吧 它就是规定性判断你 就离不开图示 那么你看皮亚基这个图示 同样 它其实跟维果斯基 是一起同工的 也就是讲 儿童如果在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进步 但是它用一些 基本的概念 图示啊 童话啊 顺应 发展可能性区 这些概念 你看这一下 就比那些 没有这样的原则 没有概念的人 他对这个世界 其实就认识得 更加的清晰 其实也认识得 更加的丰富 这是我一直在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 这些就是提升 我们的这种概念化能力 是吧 你的提炼能力 你从这些多样现象当中 你就能够提炼出 最简念的规则 来使我们的经验 更加的前进的更远 是吧 你如果没 就像我们没有这个眼镜 你可能看完 你就模模糊糊的 这就是 我是强调 就像那些东西 对你来说 就是个材料 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真的 是吧 我是因为我们 反正现在 咱们几个就分享 我就不要 有把我的一些 自学的心得分享 是吧 这两天少凡也在 看了一个张爱玲 我就说 你看张爱玲 也可以结合我以前 每一篇张爱玲 我都写了 我都写了一二十篇 那个书品 是吧 那他有时候 看到一个故事 他会告诉我 这个书品 这个故事 我都搞忘了 就是张爱玲 我写过书品的 这些小说的内容 我都搞忘了 我真的搞忘了 是吧 那我说 你就看 但是说明就是 这些东西 对我是个材料 我当然 我有这个概念 我可能 至少在当时读文 我有一种更深的概念 但你说搞忘 我很搞忘了 只是他描述的现象 但他对生命的 这样的一种体验 这些东西 是吧 对生命的这种 敏锐的感受 这些东西 我是不可能忘的 反而我是更加的 深入的 看得多 是吧 这是我觉得 还是我刚才说的 理性为什么 并不会扼杀你的 这种感受性 对对 还是在为自己 做一个证明吧 是吧 好 我们再来继续 我们把这个 下一节要说完 可以的 自然和目的性的 审美表象 现在和目的性的审美表象 就是说 两种和目的性 一种是审美的和目的性 一种是逻辑的和目的性 这是我们下一节 要讲的内容 是吧 就是自然目的论 现在的审美 他现在这一节讲审美 我们来看 他怎么讲 他说 凡是在一个课题的表象上 只是主观的东西 也就是构成着表象与主体的关系 而不是与对象的关系的东西 就是该表象的审美性状 主观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审美来自我们的感觉 知觉 印象 情感 情绪 这都是主观的东西 我们经常来说 我喜欢这个东西 我讨厌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好美啊 今天好爽啊 这些都是这个对象 对我的一种主观的感受 对吧 所以说审美表象是 强调的是什么 与主体的一种关系 就构成审美性状 但是这个审美 我们说过 注释里面说 审美 有些人就还是不同意 审美的翻译 邓小邦也做了一些解释 他有时候把审美 跟感性两种翻译 是结合起来的 一会儿说审美 一会儿说感性 也可以说是该表象的 感性性状 审美学可能就是感性学 在感性之上 建立某种普遍的学问 这叫感性学 是吧 那么 这种审美性状 和逻辑有效性 是不一样的 他说凡是在该表象上 用作或者能够被用于 对象规定知识的东西 就是该表象的 逻辑有效性 这个逻辑有效性 是不一样 什么叫做逻辑有效性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朵花是红的 这就不是一种 审美性状的一个表达 这朵花是红的 花是实体 红是实体的什么 属性 实体跟属性之间 是建立了一种逻辑有效性 认知逻辑的有效性 这没问题吧 对吧 所以说在该表象用作 用于规定对象的知识的东西 比如说它的颜色 它的声音 这些东西可以去描述 但它是实体跟属性的结合 它与审美没有关系 审美的东西就是这朵花好美 当我说这朵花好美 这是一种审美的表达 审美是我的一种感觉 主观的愉快不愉快的一个体验 是不是 那么美肯定不是花的属性 你从画面怎么能看出美的 美不属于花的属性 这朵花是干的 是湿的 是红的 是黄的 这个是它的属性 但是从美这个东西 你看不出它美不 美是你主观 主观赋予它的 所以是你的一个感受 对对对 但你表面好像是一样 都是一个同样的A14P 但是实际上A14P 这朵花是红和 这朵花是美 是不同的一个领域 不同的性质 一个是逻辑有效性 一个是审美性质 在一个感官对象的知识中 这两个关系是一起出现 对 经常是一起出现 对外在与我的知物的感性表象当中 我们在集中直观这些物的 空间的性质 是我对这个物的表象的 单纯的主观的东西 是的 我们知道属性 其实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分隔 比如说你要说这朵花是红的 红是占有空间和时间的 记住 是吧 你说这个红纸一瞬间就没了 你怎么描述它是红的 红 你说描述这朵花是红的 那红这个东西一定是什么 沉述了一段时间 是吧 而且红也是占据了一定的空间 你才能说它是红的 所以说它是空间性质 所以为了这个关系的缘故 对象即使借助这种空间性质 也只是被思考为现象 你看 这是空间的主观性 空间也是主观 时空结构当然是主观的 它建立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现象 但空间 尽管自己只有主观性质 仍然是作为现象的物的知识成分 它是个知识表达 我刚才说这朵花是红的 它是个知识 而感觉 这边当然是外部感觉 是吧 这种感觉同样只是表达了 我们对于外在物的表象 主观东西 真正是来表达了这些 表象的一种质量的实在 实在 正如空间表达的 单纯的形式一样 空间表达是个形式 空间是个单纯形式 质量就是一种实实在在 我实实在体会到 我都感觉到它是冷的 是热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冷 很热 这是一种质量的一个感觉 但是这个东西是经验性的 它就不是经验的知识 经验性知识跟经验知识 我们再说还是要区别 下一个字叫引入审美了 在再次基础上 它要说 但一个表象 在一个表象上 根本不能成为任何知识成分的 那个主观的东西 就是与这个表象结合者的 愉快或者不愉快 前面再怎么说 它还是在讲知识 但是当这个东西 愉快和不愉快 结合起来的时候 就不是知识了 因为通过他们 我们得给表象的对象 什么也没有认识到 尽管他们很可能 是任何一个认识的结果 就愉快和不愉快 对这个知识 没有什么影响 你就去领会它就行 我们待会要举例子的 于是一物的核目性 核目的性 只要它在知觉中 被表现出来 它也不是客体 你本身的任何性状 虽然它能够从一个物的知识当中 推断出来 就是我们 从一个知觉当中 推断一物有核目的性 比如我们看到 这个自然 有规律性 我们就可以推测 这些规律之间 应该是统一的 就是我们的这种判断 是推出来的 是知识的结果 但它不影响知识 我们先有知识 所以说 再强调 为什么判断你跟认识论 结合更紧密 判断你是建立在认识论的 结识之上 判断你的过程 也需要发挥你的认识能力 你才能够把多样性 跟这个普遍性要 整合起来 统一起来 所以说 先行于任何一个客体知识的 甚至并不要把该客体的表象 用于某种认识 而仍然与这个表象 结合起来的 这种核目的性 就是这表象的主观的东西 是完全不得成为 任何知识成分的 就是比如说自然有目的 当然不能成为一个知识 自然有目的 本身不是一个知识 但是它可以引导知识 是吧 而这样一来 对象就只是由于它的表象 直接与愉快的情感 而结合 而被称为核目的 你为什么称它是核目的的 因为它跟我们的情感相结合 是吧 我觉得它能够实现 我的主观的需求 所以它能够 我看到自然有目的 我会很愉快 而这表象本身 就是核目的性的审美表象 问题只在于 一般说来 是否会有这个核目的性表象 当然 康德·荷姆亚证明 确实有这个核目的性的审美表象 这个是有的 是吧 好 我们来看 它说 如果对一个直观对象的 形式的单纯领会 没有直观与一定的 知识的 某个概念的关系 结合有愉快的话 那么这个表象 就不是和客体有关 而只是跟主体有关 是吧 那么这种愉快 所能表达的 无非就是客体 对那些在反思判断中 起作用的认识能力的适合性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他说直观 对象的形式的单纯领会 没有直观与一定知识的概念的关系 而结合有愉快 这是两个层面 首先是直观 它与对象的关系 但是这个对象的关系 它没有范畴 它不是从概念方面去思考 我跟这个对象的关系 如果从概念方面去思考 我跟对象的关系 这就是认识 我说这朵花是红的 其实我已经是 借助某种范畴去思考它 实体性范畴 首先它是个实体 实体跟偶性 所以说这朵花是红的 是实体跟偶性 这个范畴这种概念 运用到我的直观对象当中 但是它说 我们的直观对象 跟我的主观之间 要建立关系 这个关系又与概念没有关系 那么 它可能就是审美的 当然这个审美还要结合愉快 比如说我现在几个例子 我看到一棵松树 如果是科学家 看到一棵松树 它就会自然说 它是一棵什么样的 什么种类的一种植物 它生在什么样的环境 地方 是吧 适合于什么样的 这个就是以概念 去认识植物 但是当我看一棵松树 我把植物这个概念放在一边 我当成去领会它 我看到这个松树好美 在西洋之下 松树让我有一种什么 什么就是正看的感觉 这时候我结合有愉快 夕阳无限好 什么 只是近黄昏 这个表面是纯粹自然描述 为什么会读出一种感 它是有一种愉快 或者不愉快的感觉在里面 或者有一种崇高感在里面 对不对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我把概念放在一边 我不会分析这个太阳 为什么从东边升起 西边落下来 我不会思考 大漠孤烟值 长河落日远 我不会思考 大漠里面的孤烟 为什么是值得 它出在什么样的低气 地带 没有什么什么风 什么的 但是给我们感觉的是一种什么 审美感受 我只是单纯的去领会它 我没有概念先行 但是我还有愉快感 那么这个表象 因此就不是和客体有关 而是和主体有关 你看 这是主体的感受 这种愉快所表达的 无非就是客体对那些 在反思判断力中 起作用的认识能力的适合性 它是对认识 你看 这种判断还是与认识有关的 比如说李商银 或者随里要描述这些场景 你还是要以你的认识能力 是吧 孤烟值 落日远 是吧 你这些东西 还是通过你的认识去描述出来 但是它有一种适合性 这个适合性是什么 它是适合于我们把它想成那样 想成有目的 我们看到自然有性 我们就想到自然会有目的 我看到一个夕阳的这种场景 或者看到月亮的这种异象 我就会有一种思乡的情绪 我这种认识能力 适合把月亮设想为 与我的故乡是相关的 月亮也被我们赋予了目的 赋予未接 我给它解释为有相关 就适合于我的一种适合性 我可以通过月亮 互想啊 我不能月亮 我也想成别的东西 那月亮的意义上 你看这就是审美的普遍性 它是与主观的 局块是相关的 它是普遍的 基本上大家看到月亮 都会有思想 是吧 但它又与主观的这个情感 是有关系的 这就是适合性 是吧 意义上跟你所要表达的东西 是有对应性的 这个你看 我们读了康德这个 为什么我说 盼道你评论 你读了 你再去解读 李白的敬业诗 肯定是不一样的 是吧 你肯定比别人 结合了更多的东西 是吧 而这就是他们在 就他们在这里起作用而言 那么 就愉快所能表达的 就是客体的 主观形式的 合目的性 就是愉快表达的 它不是对象 本身的合目的性 对象本身的合目的性 是我们下一节要讲的 它是客体 主观形式的合目的性 因为对这些形式在想象力上的上述理会 如果没有反思判断力 哪怕是无意的将这些形式至少以判断力 把直观联系到概念的能力相比较 它永远不发生 而就是我们的反思判断力是跟我们前面讲的这种规定性的判断力是类别 他们有一种相同点 都与想象力和知性的结合是有关系的 这没问题 然后呢 但是它是什么 无意的 什么叫做无意的 而且是形式 什么无意的 无意的就是它不是概念先行 如果是规定性判断力 它一定是有意的 有意识的 它一定是我有自觉的一种概念意识 范畴意识 是规定自然 这叫有意的 是概念先行 无意的就是什么呢 它是偶然的 它是碰见什么就是什么 我碰见太阳就碰见 碰见月亮就碰见 但是碰见这些东西 太阳也碰见 比如说我把这个 刚才所作的大漠 孤烟 长河 落日 这是不同的意象 就像我们说 知无知这些东西一样 它本来是不相关的 但是我无意当中 我碰见这些东西了 我无意当中 把这些东西看成是统一的 是吧 大漠 孤烟 长河 落日 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这个统一的东西 带来了我某种主观的一种 审美的想象力 审美的情感 它是偶然的 但是在偶然之上 我们建立到某种必然 就自然的偶然之上 建立到情感的必然 是吧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东西 是吧 情感还有必然吗 当然有必然 成心爱 必然就是人同子行 形同之类 人人都有孤相情节 是吧 这个就 人人都有孤独感 人人都有悲壮感 这就是 偶然之上的必然 它是通过自然的偶然之上 它自然偶然之上 建立必然 其实所以说你说 康德如此的理性 你读到康德判断批上 你站在解读中国的古诗 真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古诗 就是王国威也曾经解释过 我们叫 什么叫投射 是吧 这种情感 我们好像就觉得 这种自然跟人之间 它是一种什么 有一种情感的投射机制 我们看到一颗树叶掉了 我们都会流泪之类的 是吧 这个东西 王国威也说 有我之我 有无我之我 内眼看花花不已 这个是什么 有我之境 无我之境什么 就长河诺之言 打我 你怎么去投入到 更广阔的东西 或者你又从自然中 看到你主观的东西 那其实这些东西 就是被唤醒的 就是你有一种认知能力 这种认知能力 你能把这些不相关的东西 建立相关性 对不对 这种是 李泽河概括 中国的这种文学 叫情本体 什么叫做情本体 其实就是在自然当中 看到的感情 在不相关的东西 都是看到的相关性 你用这个东西 去再去解释 看着高度理性的 我觉得解释 把我们再去解释通了 是不是 现在如果这种 比较性的想象力 通过一个给予的表象 而被无意中 致予与知性相依致当中 你看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是无意中 致予与知性的相依致 比如说大漠 孤烟 长河舵 本人是没有关系的 是吧 但它无意中 被致予与知性的相依致 通过我们的知性能力 让我们看到 他们之间是一致的 看到他们之间是和谐的 从而就唤起了什么 愉快的情感 或者唤起崇高的情感 那么这样一来 那对象就必须被看作是 反思判断力是 对于反思判断力 是核目的性的 我们就看到这些 孤烟 长河 惰日 都不是没有目的的 他们是有目的 他们是要反映 某种主观的东西 所以一个这样的判断 就是对客体的 核目的性的 这种审美的判断 它不是建立在任何 有关对象的 现成概念之上 也不能带来 任何对象概念 是吧 我们刚才说这句 它绝对不是概念先行 它没有现成概念 它不是用概念去套现象 所以它的对象的形式 在关于这个形式的 单纯的反思当中 就被评判为 对于这样一个客体的 表象的一个 愉快的根据 是吧 比如说 为什么是对象的形式 为什么是对形式的反思 让我感到愉快 这边我要讲一下 比如说我对一朵花 感到愉快 我对一朵花 感到愉快 是因为这朵花的形式 是花的那些 形状颜色 香味等形式让我愉快 而且这种愉快 是我在对它进行 反思判断力的时候 如果是规定性判断力 我从花里面获得概念 它这朵花是属于 什么样的品种 那这就没有什么愉快 我就从植物学 去考察这种花了 我就不是从反思判断力上 去考察这种花了 所以这种愉快 就是你被判断 以这客体的表象 必然连结合 你要被判断为 不止对把握这个形式的主体而言 对每个判断者都是一样 我们刚才说 判断表面是主观的 但是每个判断者 其实有共同的判断结构 因为它是认知能力 所以说为什么 康德是要建立审美判断力 有先天原则 这个美也不是人因义因的 对吧 不是说你的 这个美酒就是我的毒药 不是这回事 美肯定有它的共同性 康德后面是要尝试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是对每个下判断的 下判断者都是这样 这个对象就叫做美 凝结这种愉快 这种普遍有效的愉快 而下判断的能力 就叫鉴赏 我们学鉴赏 鉴赏什么 学鉴赏就是 学会美当中 印含的普遍性 我们才能鉴赏 什么叫做鉴赏 鉴赏就是说 你对美的感受 是可以跟别人分享的 这叫鉴赏 对吧 如果你对美的感受 不能够跟别人分享 你们俩这审美 可谓叫鸡通牙角 没有任何共同点 那这就 其实严格来说 这不叫美 美一定有可交流性 美一定有公共性 否则你不能用鉴赏这个诊 你可以换个诊 鉴赏就大家快在评判呗 一块欣赏呗 我说美 我说为什么美 你也觉得 哪怕我说不出你 你说的对 我也觉得很美 要不然就让美术家之间 都不用再交流东西了 我们美术家之间 前一种 我刚刚看一个视频说 就陈南京 就中国这一帮美术大佬 坐在一个圆桌会议上 是吧 大家都在谈对美的认识 尽管每个人好像说的观点不一样 但是大家其实是有共识的 是吧 其实它是可以坐下来谈的 美业是可以坐下来谈的 是吧 因为它有一种普遍有效的 因为既然一块的根据 只被放在一种 感思的对象形式当中 并非放在对象的任何感觉当中 如果纯粹感觉 就非常的主观 是吧 也与包含任何意图的 某个概念无关 这就说了 我们的审美判断 既与纯粹的感觉无关 也与纯粹的概念无关 如果是概念先行也不行 什么东西你就说 哎呀这样一件话 你就会肢解美 你就扼杀美 你如果纯粹是感觉 你怎么跟它讨论啊 所以我有时候特别不喜欢 跟有些人在一起讨论东西 是吧 比如说 总是喜欢到某个地方 某个地方 哎呀那好美啊 是吧 纯粹是完全主观的一种 一种感受 你就没办法深入了 所以纯粹它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是你的私人体验 我说我喜欢吃回国肉 好美 一个素食主义者就是 有啥美的 那我怎么跟 对啊 我一个喜欢吃肉的人 怎么跟一个素食主义者 去交流了 就没办法交流 是吧 那我们可以在公共政策层面 可以交流 为什么要素食 是吧 你可以说 为什么对动物很残忍 什么 这是可以交流的 但就说口味层面 没办法交流的 那就是他觉得好 我觉得不好 就都是我觉得 我们平时说话 有些人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 那都是你觉得 你跑到这个地方来讨论什么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 就是他这个审美判断 恰好介于 纯粹感觉和纯粹概念之间 这是主体的一般判断里的经验运用的合规律性 在反思中的科技表象 是以这种合规律性相嫌调的 就既然是反思中 你看就美是需要反思的 不是纯粹感觉 我们的感觉 再反思一下 你就是美 我是建议那些 就是喜欢我们自然主义的人 你们都学学美学 是吧 读读康德读读黑格尔嘛 黑格尔也有美学 是吧 你就知道了 美背后是有先天普遍有效性 你才能谈出个道道 大家才可以坐下来交流 否则你的东西全是碎片化的 你跟一个碎片化知识的人去交流 你没办法交流 碎片化就是他就是不稳定 他性情不稳定 他情绪化 他今天喜欢你 把你可以夸到天上去 明天不喜欢你 就给你踏到地下去 是吧 这种人很多啊 他都审美也是啊 他今天他是情绪 他不是审美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 我明天心情不好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好 完全顺美化 他的价值叛大也不同意嘛 今天可能他会说某个党好 明天又说某个党很糟糕 但你以为他是 结果后天又因为一件事 他说哎呀 还是挺好的 你怎么跟他交流 他没有一种 一以宽之的一种 道德判断能力 政治判断能力 审美判断能力都没有 所以我还是强调 一以贯之 就有一以贯之的东西 那跟这种人 就是容易打交道 很好打交道 他是统一的 他不是善变的 你没办法捉摸不定 是吧 就他的判断背后 有先天的普遍有效性 这种人善于反思自己 他会经常会借用 回到自己框架去检讨 是吧 就是为了追求一贯 实施去警惕自己的不一贯 这个非常的重要 是吧 所以说 那个审美判断 最终追求的是什么 协调一致的东西 由于对象 以足起这种能力 协调是偶然的 所以他就产生出 和目的性的表象 对主观能力来说 怎么叫做 对主观认识能力 和目的性的表象 就是说 如果是人为自然立法 那么就是主观要符合口观 或者客观 都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现在是审美判断 他要在偶然当中发现 统一 因此他是对象 对于主体的某种迎合 和目的性的表象 就是让对象来迎合主体的需要 对象本来是没有秩序的 我要假定他是有秩序的 我上节和张门讲 想象的共同体 我并不排斥 所谓的国家民族这些东西 因为人确实是需要 想象的共同体的 人确实 就比如包括我们 平时我们也喜欢 比如说老英 你们也喜欢到处去 听听讲座啊什么的 这个人是有这个需要的 我整天一个人 孤独可能也不行 我肯定要找一个 更大的共同体 我需要找到这个东西 我并不反对 但是呢 你的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协调统一的依据 是什么 如果协调统一的 你们 比如说我说 我们的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 协调统一的没有理性的依据 比如说很多爱国情感 它不是理性的依据 那这样的爱国情感 也容易崩溃 是吧 就说如果这种共同体 如果它缺乏理性的基础 可能纯粹是一个 大家临时的 为了一些 某些临时的一些情绪 结合起来 那这个东西不稳定 或者表面上看着很和谐 其实内部可能大家谁都不服谁 或者谁都看不上谁 是吧 或者谁都觉得 但是呢 正在表面的和谐 也很浅 要么就是不长久 要么就是很浅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种 这种状况 是吧 并不是说对象不能迎合主体的需要 所以一是在这里就有一种愉快 它正如一切 不是由自由概念产生的愉快不愉快一样 永远不能从概念出发 被看作以对象表象 必然结合起来的 它是不是由自由概念产生的愉快不愉快一样 我们知道道德也是有愉快 自由概念产生的愉快 就是道德的愉快 这个清楚吧 是吧 也道德自由了 是吧 高级欲求能力 道德是有愉快的 那么但是呢 从自由而来的愉快 它还是从概念出发的 比如说 我们道德上的愉快 比如我做了一件善事 我首先确定什么是善事 我根据这样的善 我去做 比如说四战发生地震了 我要去救助 哪里发生水战 我首先确定 水战发生后 我去救助 这是一件善的行为 我做了这个善的行为 我感到愉快 它其实仍然是概念先行 我首先已经约定 什么是好事 什么是坏事 我有一个标准 然后我根据这个标准去 采取我的行动 这是道德愉快感 道德愉快感 是吧 但是呢 审美愉快 它不是从概念出发的 而必须任何时候 都通过反思的知觉 而被认为表象连接 因而如同一切经验性的判断一样 并不能认识任何客观必要性 必然性 和要求先天的有效性 好 来了 经验性判断 这我们前面说过 经验性判断跟经验判断不一样 经验判断是客观的知识 经验性判断是主观的 又称知觉判断 比如说 我觉得今天很等 这个是什么判断 这个是经验性判断 而不是经验判断 是不是 所以它不能意识客观的 必然性和 要求先天有效性 但是 鉴赏判断 也只是像每个其他的经验性判断那样 要求对每个人有效 就是说 刚才说了 经验性判断是主观的 但是经验性判断其实在 经验性判断基础之上 它要求对每个人都有效 就叫更进一步 这一点即使它有内在的偶然 总还是可能的 就哪怕是很多内在偶然的东西 总有可能对每个人有效 比如说口味问题 确实我刚才提到 可能口味 不一样 但是口味还是有差别 口味也有普遍性的 你总不能说食也很好吃 口味这些好吃的东西不好吃 还是有大体上是有的 哪怕我从来没有吃过西餐 但我第一次吃西餐的时候 我也觉得挺好吃的 就说明它其实还是有一些 共同的东西 这种共同技术对每个人是有效的 这一点即使它内在偶然性 总是可能的 而陌生之处和怪异之处 只在于它不是一个经验性概念 而是一种愉快的情感 神秘判断建立的不是经验性概念 我觉得今天很冷 这是个经验性概念 但是它是一种愉快的情感 因此它不是一种概念 但这种情感 却要通过鉴赏判断 对每个人期待 我期待别人也像我一样 比如我喜欢某种 就很多东西 比如我今天看了一场电影 我肯定会向周围的朋友推荐 今天这场电影挺好看的 你也去看吧 真的好看 我们都希望我们对美的 这样的一种鉴赏 能够获得别人的认可 我期待别人跟我一样 对美有同样的感受 所以说这就好像 它是一个与客帖的知识 结合的位置一样 就好像美式客观事物的一种属性 位置就是属性 比如这的花是红的 红是位置 红是花的属性 同样我说这部电影是美的 只要美其实并不是属性 但我觉得这就好像 美式与知识结合的一个什么 位置一样 是吧 属性一样 所以这个经验性判断 个别的经验判断 你看这边说经验判断 经验判断就是什么 知识 经验判断说 我在一块水晶里面 发现有一滴流动的水柱 这个叫经验判断 这个是要求每个人 看到一个水晶 他都能够得出 跟我一模一样的判断 这没问题 每个人都会发现 水晶里面都有一滴流动的水柱 因为它是按照规定的 判断里的普遍条件 做出了判断 这个是一种知识 可验证 同样一个人在单纯的 对一个对象的行使的反思中 不考虑概念而感到愉快 尽管他的判断是经验性的 并且是个别的 他也有权要求别人的同意 你看 鉴赏判断跟经验性判断不一样 他首先不是靠概念 他也不是完全的感觉 他会有愉快 重要的是 他要求所有人的同意 有权要求 我看到一个美的东西 我看到凡个的话 我们有权要求 大家都觉得凡个的话是美的 这是有权的 因为这种愉快的根据 是在反思判断中的 普遍的尽管是主观的条件当中 他经过的反思了 它是主观条件 也就是在一个对象 以诸认识的一相关系中的 合目的性的协调意志当中 被发现 它是一种协调意志 这种协调意志 是我们主观能够看出来的 是吧 它当然并不是客体本身具有的属性 客体本身没有固有这个美 你不能说某个东西固有的美是什么 不是的 这个美是我负与它的 但这负与它的是 它有一种协调意志性 没可能它在那种和谐 协调 这种协调就是 它的这个比例很协调 这个比例跟人的这样的一种 认识能力的这种结构 可能也是很协调的 所以说它人与人之间 也会体现出这样的一种普遍性 那这种认识能力 认识能力你看 这种认识能力 是每一个经验性的知识 都要求这个 想象力跟知性的结合 所以愉快虽然在 鉴赏判断力当中 依赖某个经验性的表象 且不能先天地 与任何概念相结合 愉快与概念没有关系 我们不能先天地规定 何种对象将适于鉴赏 或者不适于鉴赏 我们必须先尝尝对象的味道 鉴赏就是尝味道的意思 你要明白什么东西是什么的 你亲自去尝它 你亲自去感受它 而不能概念先行 你说你不能拿了一本 艺术史教材 这个艺术史教材 在上面也没有一片图 它就给你介绍 达芬基的蒙娜丽莎很美 它描述了很多文字 没用 这叫概念先行 你要觉得达芬基的话 你到达芬基的 这个蒙娜丽莎的画面前 你好好可以感受一下 你感受它的神秘微笑 感受它的美 你先去尝尝 所以愉快成为 这个判断的规定根据 毕竟只是由于我们意识到 它仅仅基于反思 及其与一般 客体知识 协和意志的普遍性 虽然只是主观条件之一 对这种反思来说 客体的形式 来说客体的形式是何目的的 就说虽然是主观的条件 是愉快 但是这种愉快 不是由个人的厉害 和欲望的满足而导致的 它经过反思 它有一种 普遍的形式的何目的性 它不是我喜欢 我讨厌 不是个人的厉害 和欲望的满足 所以后面会想 可能是无目的等目的性 就我们真要感受到美 我们恰好把主观的很多东西 要放下 你要放下主观的很多东西 主观的平衡 你才能真正体会它的美 就像我们看一个人 我不喜欢张爱玲 我喜欢什么鲁性 或者我讨厌鲁性 那如果你已经有这个讨厌 那很显然 这会影响到你的审美判断 其实也是一种概念心形 这就为什么建赏判断 按照其可能性 也从属于一个批判的原因 只能够形成建赏判断的前提是 你有一种批判能力 反思能力跟批判能力是一回事 是吧 你就不但只是检讨你的原则 尽管这条原则 既不是执行的认识原则 也不是意志的实践原则 因而根本不是先天规定的 就是说它不是 它是先天的 但它不是规定的 它不是规定性的判断 它是反思性的判断 它是先天的 它如果不是先天的 也没有办法建立普遍性 如果是纯粹后天的 后天就经验 经验就不过来说 你有你的愉快的标准 我有我的愉快的标准 你有你的感受 我有我的感受 这是后天 而先天它就有普遍性 但对有反思事物的形式而来的愉快的感受性 不仅表明了主体身上 按照自然概念 在于反思判断你的关系中的诸克底的核目的性 而且反过来也表明了 就诸对象而言 按照形式或无形式的自由概念的主体的核目的性 然后现在这一面是什么 分了美和崇高 这一面就要讲美和崇高 什么意思 把美看中是什么 美就是好像是自然物的属性 崇高好像是自由的属性 前面说说 就是两种反思事物的方式 反思判断里有两种 一种是反思自然 一种是反思自由 反思自然建立的就是美 反思自由建立的就是崇高 这段话的意思 是吧 好 所以说这样 就是康德后面要讲的 就是两种审美判断 两种判断 审美判断 一种是鉴赏判断的 与美相关 一种是某种精神情感的判断 与崇高相关 有些人张明研究康德 就是张明写书叫做 美与崇高 就把康德德这本书的前半部分 进行了一些研究 是吧 这就是正面要讲的 但是呢 你都是看成好像是 因为它是主观建立的 一种和目的性 而美是看作 好像是自然物的属性 把崇高看作是 好像是自由的属性 但美本身到底是自然的属性 自然当中真的有美吗 不知道 自由当中真的有崇高吗 不知道 但我们给它看作 好像有崇高 好像有美 就还是一个主观的富裕 是主观的 先天的 就招住这个东西 这是康德德这一点 今天还更好 我们就做一个担心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